一個東西,其實我假,就是我像我的論壇,有一個論壇其實是用那個剛剛講的,用剛剛講的這個東西架設的 這邊有一個吳老師的部落格,那另外有一個吳老師的論壇,這個論壇,這個教學論壇它背後的資料庫 其實就是什麼,這邊有4000多個會員,這我部落格,這個背後呢實際上 就是用PHP加MySQL所架設出來的,那已經跑了很多年了,而且我架了很多像類似這種論壇,都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是24小時在服務的,它已經跑了N年了,都沒有發生過任何的問題 OK,而且隨時有SS人數,可能幾百破千的,也都是還蠻穩定的在持續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OK的一個技術 那第二個是說呢,如果你們想要了解那個,一些像PHP加MySQL這部分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做PHP與雲端資料庫,其實雲端資料指的是MySQL啦 的教學懶人包,那如果說這部分的話,其實你們可以怎麼樣 從第一次 有沒有,其實這個如果你想要再更詳細,因為我們時間有限啦,所以我就略講一下 那如果你要詳細知道更多的訊息 裡面都有,從 那個PHP,MySQL,其實我們是MySQL環境啦,現在就是把那個部分捷掠 就是抓出來 那一直到最後面就是做一個購物車 有沒有,或者是什麼新聞公告啦 那這邊還會有有關這個更多的 MySQL MySQL與SQL語法之間的相關的應用 那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啦 我想這邊 那我每一個都 算是還蠻花時間 在做這些事情的 你會發現我每個都有截圖 截圖截圖有沒有 然後底下還有一個什麼 一個完整的影片教學 裡面總共會有12段影片 那也就是說,上課的整個完整的錄影 通通放在這裡 OK,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看一下 那這個實際上呢 是 某個學校老師 邀請我到 某個學校的志工系上課 那我是把它全程錄影 給學生看 不過我發現現在大學生 真的 所以我就錄下來了 反正你想看就看了 你如果不想看就算了 OK 所以我就錄影下來 可是後來我發現好像 看的人反而 大學生的比較少 反而是其他 有興趣的人 其實還蠻完整的 然後 其他當然我有講到有關 就是PHG MySQL 跟手機之間的連結 那如果這些都OK的話 其實可以在這部分做很多的事情 OK 好,那這邊是其他補充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其實非常簡單 你set up 過你不要再set up 像剛剛再點一下 本來是have fun 它會出現 Sorry OK 因為你沒有做什麼事 為什麼?因為你已經安裝完了 你不要再點了 因為我同學 自己好像也 對好像蠻多同學問我 因為我根本沒有這樣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原來 這樣子再做一遍會這個畫面 剛剛同學點 反而大悟 因為其實我都是照著標準流程 所以我很少會發生 一些trouble OK 那反而這樣 要去做那個troubleshooting 就有問題 所以其實要找troublemaker 你就會是一個很好的troubleshooter 就是你可以去 把問題寫 所以 每次上課都有很多 新的發現 因為 我不會做的動作 你們都會做 所以你們會發生問題 你也會 給我feedback 原來是這樣 我終於知道了 但很多時候 奇怪了 我都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都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OK 所以 像有一種測試 就叫monkey test Monkey test 就是像猴子一樣 亂點亂點 所以一個系統要穩定就像 要用monkey test 亂點 點完之後系統還是穩定的 這個系統是OK 沒有問題的 不然的話你說 每個人都 照著標準流程在做事的話 那個系統 穩定是應該的 OK 所以 OK 第二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相關的畫面 也許你可以參考我這邊 反正就照標準流程 1234往下 然後 再來就是建資料庫 怎麼建資料庫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反正概念有就可以了 資料庫 資料表 五個欄位 欄位名稱給他 再欄位的形態給他 那我們就建立 可以存放資料的空間 對不對 那存放空間有了 下一步 就是 把Excel 有沒有 Excel的那個資料 丟一筆 進去看看 跟他用什麼 用SEEGLE法溝通 一筆可以 再來就是 全部丟過去 全部丟過去 可以之後的話 再把舊資料刪掉 再從 丟過去買SEEGLE的資料 再抓回來 有可以過去 有可以回來 那基本上應該就夠用了 所以 這個大概我今天 重點就是 至少 VBA 就是Excel 可以跟 買SEEGLE 可以良好的溝通 沒有任何的障礙 這個是今天的重點 而且在網路上這部分的 那個 就是說 那個 相關的應用的分享好像也不太多 那我覺得因為剛好我兩個都熟 所以我來 幫大家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SAMPLE 應該是 對我來說是 就是輕而易舉的 可是很多人就一直Google Google半天 奇怪怎麼都沒有人講這部分 好像講來講去就是 VBA的歸VBA 跟MySEEGLE是 八竿子打不著 那不能這樣用嗎 可以 絕對可以 那怎麼用 我們接下來看 第一個 如何在 MySEEGLE裡面 建資料庫 那建資料庫部分的話 第一個 我們一樣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管理界面 MySEEGLE的admin 管理 跳進來之後的話 因為剛剛我已經登錄過了 那請注意第一個動作 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名稱 那我這裡的話 我們取名跟上個禮拜一樣 問題一 那編碼 記得用UTF8 所以UTF8在哪裡呢 它會在最下面 再往上一點點 所以你往下之後再往上 那找到這個黑色的倒數第二個就對了 這個上去一個 上去兩個 這個 Unicode UTF8的Unicode CI OK這個 那為什麼用這個有興趣你們網路上查一下應該都有答案 這個 建立一下 好有沒有 已建立了 還蠻快的 那建立在哪裡 這邊有沒有看到資料庫 點擊它 資料表 也叫問題 拖過來就可以了 藍數幾 5個 對不對 按執行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如果說之前有同學 忘了就執行 沒關係你再加一個 它也可以 它可以讓你多 也可以少 不過 盡量不要 不要啦 因為 標準流程 好 接下來的話就是有五個欄位 那這五個欄位 請注意 就是請你開啟 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 那我們有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 請你用 那五個欄位 名稱 一個蘿蔔一個坑 怎樣 幫我 放上去 這上禮拜的東西 OK 這個 然後分別是姓名 所以你就姓名的部分 把它 貼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 身高 體重 這幾個 因為脫欄 就直接這樣 這樣拉一下 欄位名稱 不過建議是你拉過來 可能要把那個空白拿掉 因為我不確定說他會 會把那個空白 然後名稱 再來 形態 Varchar 十個字 Varchar是字元 Varchar是可變動的 可以變動的字元 那性別的話也是Varchar 大概這個給二十好了 多一點 沒關係 那這個給五個好了 OK 完了 按儲存 就 完成 我們 建立 空間 的所有動作 Ending 到此結束了 所以你做完之後呢 那你可以在 資料 庫裡面增加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的 資料 表 裡面有五個欄位 現在有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所以我要測試 在 買SECLE裡面 怎麼跟他溝通呢 有沒有看到SECLE 其實任何資料庫 不管啦 反正SECLE SERV 做Oracle 都一定有啦 而且都會把SECLE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就是告訴你 我們通通支援SECLE 所以以後學資料庫啦 你把SECLE學好就好了 那可是我要新增怎麼新增呢 其實你只要 從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 1 2 3 這步驟 這邊有個 insert into 列息的 Ctrl C 這個上禮拜做過 在SECLE裡面做過 可是如果說 我今天要在什麼 在 買SECLE裡面可不可以做 可以呀 把它貼上 再來做什麼呢 執行 有沒有 右下角有個執行 那當然基本上 如果你的 欄位名稱啦 剛剛做的動作都沒錯的話 後面的資料 因為是Varchar 所以一定要前後單引號 單引號 OK 然後 這邊的話 因為我 這個可能要 因為我小數點 不過我們好像最後一個欄位是整數 不過沒關係 它丟進去它自動變成整數啦 就這樣 不然你就是 設計的時候 把它改成Double啦 改成那個就是有小數點的那個 OK 好把它執行 如果我說你執行下去 它 出現新增一列的話 恭喜你 你已經可以在 買SECLE裡面執行了 怎麼知道有沒有執行 基本上你再點它一下啦 應該這邊就會多一筆了 有沒有 OK 或者你可以在SECLE裡面下語法 下什麼語法呢 下slate 所有的欄位 from問題1 不要會喔 OK 你幫他執行一下 他也會告訴你 一筆資料在這裡 OK 如果以後你有幾筆資料 反正全部都出來了 甚至你可以去學習啦 你會發現它就是 slate 所有 還有slate 而且 insert update 如果你update 你會發現它還有範本 它還可以讓你做範本 用來用去 不就這 這四個東西 那意思就是告訴你 最重要的這四個啦 你就把這四個熟悉 大體上就夠用 那如果說你要再 往上進階 請你在額外去找 SECLE相關的書籍來看 大概如果你把SECLE 能夠熟悉到一個程度啦 基本上你在職場上 至少 就可以 不能說刺刹啦 至少說 還是 你在工作上有一定的能力啦 可以 因為很多地方都需要撈資料嘛 撈資料如果你要借 其他人 或者人家寫好的那個 撈來撈去撈那些 那你如果有SECLE 資料庫直接撈 那不是更簡單嗎 甚至在 在樞紐分析表 其實或者是其他也可以直接下SECLE指令 也可以直接撈回來 那沒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試一下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庫部分 建好之後 那待會的話要再來看 什麼呢 如何在 Excel裡面 跟 買SECLE 連接 那 可是你想說 這個 兩家不同的公司的東西 那怎麼去連 這個時候 你需要 上個禮拜講 ADO ADO其實在扮演很重要 他就是 幫你做一個 橋樑的角色 有他 就可以讓你SECLE 去跟其他資料庫 溝通 那特別注意還有一個問題 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 那個 買SECLE 不管任何資料庫 如果你ADO要去存取他 一定要灌驅動程式 那因為SS是微軟的 所以他本來就灌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我有沒有灌驅動程式 你可以到控制台裡面 控制台裡面有一個叫系統 系統的那個工具 在這裡 系統管理工具 對不對 系統管理工具裡面有個ODBC 資料來源這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如果有做開發應該都知道 點他兩下 這邊就有驅動程式有沒有看到 這個指的就是你電腦裡面 有沒有 某些資料庫的驅動程式 你會發現 我把它點擊驅動程式 預設已經安裝了什麼 就是 SS 沒有問題 Excel 也沒有問題 SECLE server 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 自家人東西 當然要先支持一下 對不對 別家的管他的 反正沒罐 一定不能連 一般人就連不上 不會去買了 連得上才會先買 對不對 所以有點置入信行銷的感覺 反正我就先自己 那可是 其實其他像什麼 Oracle 或者買SECLE怎麼辦 各位也不用擔心 其實網路上都找得到 各位可以找一下 等一下 做完剛剛的那個動作之後 你找一下在我雲端上面 我把它切成那個清單模式 這樣比較清楚 這邊有Connection 有沒有看到 Connect ODBC 最新的版本的Driver 不過呢 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32 一個64 那到底要裝哪一個呢 其實 要看你的 Office是裝哪一種版本 如果你Office是裝64的 那你就灌這個 如果是你是灌 32 那你就這一個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會知道我是三摔64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怎麼辦 蛤 對呀 兩個都灌就好了 OK 兩個都灌就好了 也是對啦 兩個都灌一定 沒錯 所以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版本是哪一個 那沒關係啊 兩個都灌嘛 要不然就是說 你先灌一個 如果這個不能跑 那你就把另外一個灌起來 這個策略啦 OK 因為 要不就是你 安裝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印象中在這邊好像他有一些相關的說明吧 有一些什麼 是不是在簡 還是在哪裡 有一個有個說明我忘記這個 是不是在在在這個吧 找一下好了 相關的 顯示災要嗎 這也沒有OK 啊版本 是不是 不是 可能要找一下 應該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到那個 還是這個問號 不是OK好反正你們先說 再試試看好了 如果不知道的話 也許你兩個版本都灌也可以啦 因為我之前 有遇過就是說 我自己灌的64 我不知道 後來才發 因為 搞了半天原來我是灌 我其實灌 灌32 我後來就一直連不上 OK好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在 這個 買seql裡面 新增那個資料庫 OK來換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 問題一的資料庫 還有問題一的 資料表 然後 試著就是說 在裡面 執行seql語法 去 新增一筆記錄 然後執行seql看看 那執行完之後 再去下載那個 我放在 那個 雲端上面 那個 也是問題 01的那裡面 有兩個版本的驅動 一個32一個64 那等一下再看一下 如果說不確定哪個版本 那不然就是 兩個版本乾脆都裝起來算 那